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來算夢境包的CP值 首先 在開始之前左上角有兩個選項 分別是120體的價值以及公主五星碎片的價值 各位可以把表格下載來 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適合自己的選項 由於這次夢境包是賣到20號 毫無疑問可以用在N加倍 那如果N加倍習慣吃三管的玩家就選40 那吃到六管的話就選擇60 吃到九管就選擇100 我覺得是吃九管的玩家應該佔多數啦 所以我這邊選擇100來做示範 至於公主星碎片的價值 我這邊註解有寫 那我這邊就不念了 然後我今天是以45鑽為範例 由於這次價錢很跳 一下很便宜 一下超貴 內容物也是很跳 所以我會把單獨的CP值跟累計的CP值分開來列 這樣大家才不會在很虧的地方停下來 能看出要在哪裡停下來CP值比較高 然後這次我一樣把表格分成上下兩個部分 上面是很缺有償石 想要買一點去有償石單抽 下面是把有償石當免費實用的 上下兩邊就只插在這邊 其他部分都一樣 我們先從下面開始看 這邊是把有償石當免費實用的 先說一下 我在看各種期間限定的禮包時 我通常會拿7.5做一個基準 因為大部分玩家應該都是沒有把月卡買期的 而大部分月卡的CP值都在7.5以上 所以如果期間限定禮包的CP值沒有到7.5 我都會建議先去買月卡 不要理期間限定的禮包 那下面這邊 一路看下來要到第14步 CP值才會突破7.5 所以說 如果沒有很缺有償石 也不想花2500買到第14步 那這包就可以直接pass 至於荷包比較充足的課長 我們可以看到 累積比值在14步的時候達到最高 然後15步的體力 比值還不到2 慘到一個不行 所以我會建議買到14步就好 15步直接勸退 貴到一個不行 看完下半部來看上半部 這邊是很缺有償石的部分 由於有償石單抽一次只要50 用免費石抽一次也要150 所以我是把前面幾部的有償石直接換算成3倍的免費石 但我這邊只有把前三部的有償石做3倍的換算 1800有償石足夠抽一個月的有償石單抽了 這個類似的包每個月都會賣 不夠的話下個月再買就好啦 所以後面的有償石我還是當免費石來看待 從單獨的筆值可以看出來 體力是很貴的 很不划算 筆值都很低 所以建議中小克買差不多足夠量的有償石就好了 只要夠這個月抽三星必中 前提是有開的話啦 跟有償石單抽就可以了 體力的部分 這個月體力用量應該是蠻大的 因為開R13三件 有的角色是要一次刷四件裝備的 如果上個月N3倍沒有存好裝備 這個月壓力就很大 雖然這個月用量是很大 但是SONA已經體力也賣太貴了吧 看這個筆值 我是有點買不下去 除非是上個月沒有存好裝備 這個月體力缺到一個爆炸的 不然我不建議買很多提 上半部跟下半部一樣 在14步的時候累計CP值達到最高峰 然後15步直接超低CP值1.96勸退 如果荷包比較夠的 可以以14步為目標 買到14步就好 要再往後買 我就不太建議了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啦 有什麼看不懂的可以留言發問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到哪兒 這邊的鈴鐺 來自成功